第四點 用老老實實的行唸 第四點 就是要用老老實實的心來念 像廣明好唱 聖道大師 一句阿彌陀佛 口裡就是一道廣明 就好像這個善道大師那樣 他口唸一句阿彌陀佛 就有一道光明出來 受康大師 一句阿彌陀佛 口中就一准飛相 這個趙康大師 他唸一句阿彌陀佛 就有一瓶阿彌陀佛的佛像 千句佛號 就千句 千尊佛像 千句佛號 就有千尊佛像出現 什麼叫做實實在這裡唸呢 怎樣叫做實實在在的唸呢 唸阿彌陀佛 不是在西方極樂世界 我們唸阿彌陀佛的時候 並不是唸這個在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 就在我的眼前 就是在我的眼前 就在我的口邊 就在我的眼邊 我要把它唸得實實在在地 我就是要實實在在地唸 咬緊它不放鬆 咬緊不放鬆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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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你要把它念书起来 一句阿弥陀佛 真是万德的鸿命 我们念的时候要念熟 要念到非常地热切 这个好像你英文 你不会讲 你老是想讲不起来 你熟了以后 你不要想智能就会讲了 就好像我们学英文那样 如果你不讲的话 你就不记得 但是如果你一直讲的话 就会觉得很熟的了 你一句佛号念熟了 就做饭了 做瘦了 很好吃了 我没得饭 我没得饭 我念得很熟悉了 念佛呢 如果你念它很熟的 就比如好像你煮饭的时候 又将它煮熟 念得热起来 念得全身出汗 全身发热 我没得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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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流汗了 发热 甚至就发光了 如果你念的时候 念到全身都发热 甚至流大汗 这样呢 要念到热起来 你能够这样念啊 你要健康 有健康啊 如果你能够这样念的话呢 你要健康 能够得到健康 要发财 要发财啊 你要发财 能够得到发财 要长寿 要长寿啊 你要长寿 能够得到长寿 要安心 要安心啊 你要安心 能够得到安心啊 哦 这个里面的宝贝好 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里面的宝贝很堵啊 所以呢 在一句阿弥陀佛里面 宝贝是非常的多 有一个法师讲这个阿弥陀佛 我还没讲得够了 有些法师讲得比我讲得更好啊 有我讲的阿弥陀佛呢 只是讲得不够 有一个法师他讲的阿弥陀佛 是讲得更好 有一个年轻人就向这个法师看 哼 阿弥陀佛不过四个字 讲得那么神奇 哎呀 能有什么用处好处那么多啊 有个年轻人呢 就跟这个法师说了 他说 嗯 一句阿弥陀佛讲得那么神奇 有那么多用吗 我才不要相信 我才不相信 这个法师讲得怎么样解释他才能相信呢 法师呢 就想了 到底要怎么样解释他才会相信呢 他就很不客气地就大骂一声 混蛋了 这个法师呢 就很不客气地大骂一声混蛋 我那个年轻人 哼 你是出家人 哎呀 骂人 哎呀 骂人 他要打架了 那个年轻人就说 哎呀 你怎么骂我 打你啊 你是出家人啊 怎么骂人啊 你要出家人 怎么骂人啊 他要打架了 还要打架了 打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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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你看 混蛋两个字 有那么浪的用处 阿弥陀佛四个字呢 怎么能不更有用呢 这个法师呢 他就说了 你看 混蛋两个字啊 就有这么大的用处了 阿弥陀佛四个字啊 怎么可以说没用呢 我们对于阿弥陀佛的信心呢 不可以用比较的信心来念它 我们对阿弥陀佛的信心 不能够用比较的心来对待的 不可以用妄想的心来念它 不可以用妄想的心来念它 纯极的真心 我们要纯粹的一心念佛 好像过去有一个年轻的人啊 这个父亲去世了 就去找一个法师啊 来怂景啊 草渡啊 过去呢 有一个年轻人 他的父亲去世了 于是呢 就请一个法师来 跟他这个念佛 哎呀 法师啊 我父亲去世了 请你你借我没偷景 要多少钱呢 哎呀 法师啊 我父亲去世了 你要跟他念一卷阿弥陀经 要多少钱呢 嗯 念一卷景 要多少钱 好吧 一千块啊 哦 念一卷经还要多少钱啊 好啦 一千块 那么贵呀 那么贵呀 打个八折好不好 打个八折好嘛 那么这个方式 好了 好了 八折就八百块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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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折了 八折了 啊 送了一卷经以后啊 要祈祷了 哦 念了一卷经之后呢 就要祈祷了 哎 今天这一位镇魂啊 是已经去世了 希望东方的佛祖啊 你赶快把这一位镇魂带到东方去吧 哎 这个东方世界的佛祖啊 这里有一个镇魂啊 他呢 已经去世了 你赶快把他带到东方极乐世界吧 东方世界啊 东方世界 这个年轻的那一天 这个年轻的那一天 他 喂喂 到人家去世都不都往上西方极乐 净土世界啊 你怎么把我爸爸说掉到东方世界去做什么呢 喂喂喂 人死了之后不是应该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吗 为什么你要把我爸爸带到东方去啊 这个法师说 他到西方是一千块啊 你爸爸只能到东方就好了 这个法师呢 就说了 哎呀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人一千元的 你给八百元 所以只能去东方世界啦 这个年轻的现在想着 哎 为了我省那么块钱 那我们爸爸只能到西方 不能到西方去啊 哎呀 算了 算了 加你那么块一千块 请你重新祈求让我的爸爸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年轻人呢 哎呀 为了两百元 让我爸爸不能够去西方啊 只能够去东方 哎呀 算了 算了 加两百元 你再快点叫我爸爸去西方啦 这个法师重新祈求 哎呀 福祖啊 现在呀 这一个人加了那么块是一千块啦 请你这个 把他辛苦一点 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吧 这个法师听了之后呢 就再重新祈祷了 说了 哎呀 佛祖啊 现在呢 这个施主啊 增加成一千元啊 你赶快啊 将他的父亲啊 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啦 在这个时候 就是那个青年的爸爸一下从棺材里面跳出来 直到这个儿子小妈说 你这个不小子啊 一下子要爸爸上东方 一下子要让爸爸上西方 你叫他走来走去都辛苦啊 把他带到西方极乐世界 在这个时候啊 上棺材里面的爸爸呢 就马上跳出来指指你的儿子 说 你这个不孝子呀 为了两百元呢 一下子呢 用你的老子往东 一下子要往西 你知不知道是多辛苦的